每天五分钟,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音乐说书人,让音乐的信息带给你我灵魂深度的呼吸 亲爱的朋友你好 我是音乐说书人,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,我们常常会需要用到信心 譬如说有一天当我们生病了,我们会去诊所或者是医院看医生 我们很可能连医生的名字都不是太确定 我们也看不懂他的厨房签 但是当我们拿了药回到家之后 我们还是会按照医生的处方把药吃下去了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都是需要信心的 而在我们生命的旅途中更是需要信心 和你分享这首天运诗般的信心的旅途 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 为我打开一扇窗户 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愿景 实现在心灵的旅适 实现在心灵的身处 信心是一个奇妙的祝福 为我打通一条道路 让我拥抱天赋永不迟言的应许 即使眼前雾云密不 啊 星星的旅途 翻身越岭也不轻易 掉转脚步 啊 星星的岁月 千山万事总是诉说 天赋在堪顾 诗歌的歌词里面说 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 为我打开一扇窗户 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愿景 实现在心灵的深处 是的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将信心放在神身上的时候 祂所要赐给我们的 乃是一段信心的旅途 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 为我打开一扇窗户 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愿景 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愿景 为我打开一扇窝看不见的愿景 即使眼睛看不见的愿景 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愿景 我相信我相信我精灵 我知道你应当 我相信我精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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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信心的愿景 也不信你 飘转角落 我信心的泪眼 千山为谁总是诉说 别不信心的愿景 也不信心的愿景 最开心的愿景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